秋天要多吃山药,山药浑身都是饱 山药别老是煮汤了,这样做外焦里嫩鲜香可口,孩子特爱吃 首先准备250克的猪瘦肉把它切成片 瘦肉最好显得梅花肉口感会更嫩 再把它剁成肉末 不喜欢用手剁的可以用搅肉鸡脚 把它剁成这种再有稍微颗粒感的就可以啦 然后把它放入大一点的碗里 再准备一根山药 老板已经削去皮了 然后用刀背把它敲碎 山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粘蛋白能健脾养胃 平时我们要给孩子都吃一些 再用刀把它切碎碎的 全部敲好放入落末的碗里 再切一小把葱花 全部切好放入碗里 倒入一勺料酒 一小勺盐 鸡精 打入一个鸡蛋 再倒入一勺地瓜粉 手带一次性手套用手把它抓拌均匀 多抓拌一下使肉末和山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像这个样子然后放一旁备用 平底锅里倒入使用油 油热换入山药瘦肉泥煎 如果太多我们可以分两次煎 倒入后用勺子把它摊平整 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可以把锅换动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同时也缓止底部糊了 煎两分钟后把盘子扣到锅里 把它翻一面过来 翻一面后再把它倒回锅里 继续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怕不熟我们可以盖上盖子 小火焖煎两分钟 两分钟后打开盖子 哇真的很香 在盐锅边淋入一勺生抽 一勺黄酒蒸香 再把锅换动一下即可出锅 出锅装盘子里即可享受美食啦 这样山药煎肉饼就做好啦 外面焦香里面鲜嫩 即可直接吃也可以当下换菜 喜欢吃山药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鲜嫩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